最近我自己的小車要做一個車廂 所以我就上網尋找說 到底哪裡可以幫我做一個輕量化的車廂 我就發現突然意外 每個高科技的複合式材料是保麗龍 做箱體做房子 而且耐用跟耐厚程度 可以說是一輩子的事情 我們來跟大家做個科學分析 用保麗龍複合式材料去做成的居住空間 最大的特色是可以去塑形 想要任何形狀都可以很簡單的 跟這樣子的設計師做協調 擺在這個現場demo的兩個形狀 這個形狀叫做蜜桃少女 然後這個是抹茶方塊書 像這兩個形狀就是他們制製的規格 所以你馬上買 就是當天就可以調到那邊組裝完成 當然如果你有一些自己的設計 設計圖畫出來 然後你的材料規格開出來的話 從開始做到完工 最快的話是三天 最久是一個禮拜 快速的幫你在你想要的地方 去完成這樣子的居住空間 四到五坪的空間 弄成一個兩三個人可以居住的空間 它的燈可以稍微做一些調變 這個燈如果今天是裝在一般的室內 你感覺不出來這種溫暖的感覺 可是你注意看 它如果是裝在這樣子屋形裡面 你看起來就會特別有氣氛 再來我們就進來到抹茶方塊書裡面 他們的業主特別把它進空 讓你去做一個擺設 像它這樣子大概七八坪的空間 如果是三四個朋友做個居住 再隔個房間隔個廁所 因為它這個可以架高或做一些其他設計 所以做個化分池應該就不怕有什麼問題 這種自視的尺寸抹茶方塊 或許你也可以去做考慮 OK 再來就是我的玩具了 這種保麗龍錄影小方塊 七八十公斤 每個人都可以輕鬆的把它抬上車 然後它這個的寬度啊 是200x100 然後高度的話大概是150x160左右 這個高度設計是跟這個車一樣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開起來會有一些駕馭上的困難 然後再來啊 就是因為我的設計長度有200公分 所以像我這樣子一般成年的男生啊 我們亞洲男性啊 在居住上應該都不太有什麼問題 只要稍微鋪個墊子 大概比一下 其實我們在睡的話是很輕鬆 平常上班小貨車可以工作 然後我需要露營的時候 大概70公斤左右的箱體 輕鬆搬上車 就可以指導我們的目的地 因為它是輕鬆承載式的啊 所以我們只要去買一般的這種束帶 就可以輕鬆把它束緊 你也不用擔心在移動的過程 有任何危險產生 它雖然叫做保麗龍方塊 可是實際上它的硬度啊 是跟我們的水泥一樣的感覺 很硬啊 你去撞啊 你去敲 你是不可能會產生變化的 不管是發電機 或是有一些比較重的設備 電池啊 或是你有一些錄影用的東西啊 像這種發電機 放在室內會產生味道啊 我有多留了一個大概30到50公分 可以讓我放置一些 戶外會使用到的設備 OK今天那個中區保麗龍的Leader 阿寶來到我們現場 所以我的想法出來 像我這樣子 你就可以大概幫我報價 我就可以規劃 你畫出來 OK我們做 一個禮拜內 屋子就在我家了 對 就這麼單純 對 所以只要移動 你也可以把它 吊上車 或是移到哪裡去 都可以 它地震不會均裂 然後如果淹水 它也不會被滅 因為它一定會浮起 就買個小方塊 包個幾方塊 那我到處流浪 很酷 OK如果在戶外有什麼困難 或是想要居住在任何地方 有什麼疑問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小鈴鐺